日本乒乓球名将水谷笋已经退役 他曾是日本重点打造的天才选手 职业生涯比较辉煌 给国拼制造了很多困难 最大的成就肯定是东京奥运会搭档伊藤美成 击败国拼的许心 刘诗文夺得混双金牌 可以说水谷笋以最完美的方式退役 之后水谷笋享受退役生活 担任乒乓球比赛的解说嘉宾 出席各种活动玩得很开心 这次参加表演赛水谷笋和对手合力贡献了 超过50多个回合的攻防大战 起初水谷笋比较被动 是防守的态势随后他抓住机会 变成主动进攻连续用大力扣球压制对手 最后拿下了这一分 虽然是表演赛 但拿下这一分的水谷笋振臂怒吼 还和场边的观众积拳庆祝 随后水谷笋跟观众示意自己的臂膀有些酸疼 毕竟多了几十个回合观众帮他揉搓臂膀 场面比较搞笑 不得不说水谷笋的退役生活丰富多彩 玩得相当开心 全上征的赃对手 吃酷と满口的盆栄 当中暴 опред恋下去 好感情 坏的敞核 落下 将黑道 毕竟有多像 屁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